我们怎么去定义一个专家系统呢 那这里面其实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啊 那专家系统呢等于什么呀 推理引擎加上知识 那这里面知识非常重要啊 那知识是什么呢 知识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人工的方式定义出来的一些 一些知识 知识点 对吧 比如说我告诉机器 对吧 我告诉我的程序说 什么样的用户可能是坏人 什么样的用户可能是好人 我把我能掌握的所有的信息告诉机器 那机器呢 它会根据我告诉它的经验来做判断 或者做决策的 所以这个知识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们经常 比如说在搭建知识图谱的时候会谈到知识库 对吧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然后有了知识之后呢 那咱们的专家系统 它其实具备一定的推理的能力 那这个推理呢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类似于智能 就是这个系统呢 它是有一定的智能的 那这个智能是体现在了推理引擎里面 就是它能够发现 从数据里面发现一些新的一些规则 对吧 新的一些规则 那比如说 我告诉机器 苹果是水果 水果的一种 但是呢 我没有告诉机器 梨是水果的一种 但是呢 这个机器呢 可能通过 对吧 这个可能通过一些推理的方式 可以找到 或者可以求出 那个梨 也是水果的一种 那这个就是推理的过程 那专家系统 其实我们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 可以把专家系统表示成是推理引擎 加上知识 如果有个专家系统 它没有那么智能 或者是不具备智能 这个要素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专家系统不具备推理的能力的 好 那这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啊 就是一个一个类比 那这个就类似于程序 是数据结构和算法来决定的 对吧 那算法就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智能的体现 好 那 那专家系统的目的就是说 我通过知识和推理来解决一个决策的问题 因为任何的AI系统 其实 呃 直观来说 它是想解决一个问题的 就是想 帮助用户去做决策 那在这一点上 我们需要去明确啊 就是AI系统 对吧 AI系统 跟一些BI系统是有区别的 对吧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可能经常会遇到 这些关键词 什么叫人工智能 什么叫business intelligence 就是商业智能 那这两个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 虽然这两个领域 其实都在采用一些分析的技术 但是呢 从本质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它俩还是有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那区别在哪呢 BI系统 那BI系统 它的最大的核心作用 就是说 我有大量的数据 然后呢 我需要把 咱们的BI系统 会把这个数据 重新做一个整合 然后使得 我去 我从用户的角度 去观察这个数据的时候 这个数据会显得 非常的好看 而且我能数据 我可以从数据当中 找到一些规律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BI系统最大的价值在于 它把数据 做了一层的包装 使得它能够辅助用户的决策 或者一些 这个人的决策 所以它是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 人还是作为决策的一个核心的实体的 就是人在做决策 但只不过呢 我通过BI系统 它分析出来的结果 我会参照那样的一个结果的 然后再做决策 然后人工智能是什么 AI的系统就是说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 帮助用户去决策 或者是替代用户去决策 就是有些问题可能人很难去做判断的 那这个时候我希望AI系统可以帮我做决策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两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利用知识和推理来解决一个决策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知道 专家系统就是一个AI的系统 然后这里面有个全球第一个专家系统 叫做这样的一个名字 那这个系统其实开发于70年代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 这种专家系统的研发呢 其实从60年代就开始了 就是从AI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 人们再去研究 一直在研究这种专家系统 那接下来啊 我们一起来看整个专家系统的一个核心的 这个流程 就是我为了搭建一个专家系统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每个角色 它主要负责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叫做整个的Expert Systems Working Flow 然后首先啊 为了搭建专家系统 我们需要知识库 就是知识是最核心的 专家系统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所以为了获得知识呢 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一群人 那这个人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什么 领域内的专家 叫Domain Expert 所以他们是领域内的专家呀 比如说我们搭建一个分控知识图谱 或者是分控系统 那领域内的专家就是对这个分控 或者对兼容非常了解的这批人 叫做领域内的专家 比如说我现在想搭建一个医疗领域的 这个专家系统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Domain Expert就指的是那些医生 或者对这个领域非常非常熟悉的那批人 那那批人呢 他本身是具备一定的经验的 就是他通过可能过去几十年的一些工作经验 他对这个领域非常的熟悉 然后呢 他的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说他会输出自己的经验 那这个叫做Expertise 他会输出自己的经验 然后他把这些经验 我们需要把他们的经验转换成什么呀 转换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形态 就是一个在医疗行业里面 可能工作了很多年的这个专家 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告诉 他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了 但这个说出来的这个经验呢 目前还是不能被机器去识别的 为了让把这个经验能够被机器识别 我们还需要一个角色 那这里有个角色呢 叫做什么呀 叫做Knowledge Engineer 就是知识的工程师 就是知识工程师 那他们的作用就是说 他们把这个专家的经验 把它转换成咱们的计算机系统 能够识别的这种知识的格式 那相当于他们就是encode 就是专家的经验就是expertise 就是他们把专家的经验转换成什么呢 就是机器未来我们的程序能够用到的那样的一个格式 所以转换完之后 所有的知识就是存在了 会存储在knowledge base里面 这个也叫做知识库 所以相当于知识工程师呢 他会跟专家去沟通 然后呢把这些专家的经验把它转换成 这些咱们的计算机编程语言能够读取的这种格式 然后呢就是放到咱们的知识库里面 那这个就是知识库 对吧 知识库是专家系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件 好 然后有了知识库之后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角色 那这个角色可能是什么呢 他这个角色可能类似于像 这个system engineer 就系统工程师 或者什么角色呢 叫agremic engineer 就是一个算法工程师 对吧 我们所谓的算法工程师 但这个名字呢 可能在70年代60年代是没有出现的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叫算法工程师 这样的一个指挥应该是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 可能他们会叫system engineer 但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理解成 类似于像算法工程师 或者AI的工程师 那他们的作用是什么 他们的作用就是说 我需要让咱们的专家系统 具备一定的AI的能力 然后呢 能为我们做一些决策 智能决策 对吧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专家系统的 专家系统的AI或者智能体现在哪 体现在推理上 体现在推理上 所以他们负责 inference engine 就是什么呢 推理 就是推理引擎 所以他们会负责这一块的 推理引擎 对吧 推理引擎 那这个推理引擎呢 它也是基于咱们的 什么呀 咱们的知识库的 就是有了知识库之后呢 我在知识库上面 再尝试去做一些推理 然后呢 做一个最后的决策 对吧 最后的决策 然后我们在推理 在做推理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需要用到的一个 部件叫做 working storage working storage 那这个东西呢 可以理解成是 比如说计算机系统里面 像内存 就是所有的操作呢 可能在一些中间的变量啊 或者中间的结果 可能会在这里面存储 就是一个 这个 其实没有 没有那么重要啊 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 类似于 内存 就是一个工作室 对吧 工作室 好 那 这些是基本上 涵盖了 就是我们在搭建一个expert system 就是专家系统时候 需要的一些能力 以及每个人的角色是什么样的 对吧 然后 顶多可能有一个 如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话 完整的系统的话 顶多可能这里 有一个 类似于像 用户的界面 user interface user interface 那它是跟 这个推理引擎是 有相关性的 就是会有一个互动 然后呢 咱们的user interface的话 会面向的是咱们的中端的用户 那这个叫 end user 就是使用这个系统的人 所以整个的流程是这样的 就是基本上 我们需要 几个角色 就是第一个角色呢 就是领域内的专家 然后第二个角色呢 就是knowledge engineer 需要把领域内的知识 把它转换成 对吧 知识库的形式 然后第三个人群呢 叫做sense engineer 或者是算法工程师 就是他会写一些推理引擎 然后呢 使得咱们的系统具备一定的智能化 然后呢 帮我们做一些决策 所以基本上就包括这三类人群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系统的使用者 使用者 大概可以这么划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结合一个实际的案例来说明一下 整个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那现在呢 我们假定 咱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咱们的任务是 搭建 金融 知识图谱 那这个是我们的任务 然后呢 基于这个 这样的一个任务呢 当然我们为了搭 搭建这个知识图谱的主要的目的是 想做分控 所以分控是咱们的最终的目的 对吧 因为我们在搭建一个知识图谱的时候呢 肯定有一个自己的目的的 所以现在假定 咱们的目的是做分控 那为了做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假设是 我们在采用的是专家系统的那一套道路 就是那一条路 对吧 我们暂时我们不考虑那种统计 统计的一些 这个方法论 我们现在假定的是 所有的这种核心的系统设计的理念 是来自于专家系统的 那这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人 那这个人呢 就是专家嘛 专家嘛 那对于这个问题 那我需要请一些 金融领域的专家 那他是 金融领域的 专家 或者是比如说 风控领域的专家 我需要请这样的一群人 然后这些人 他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他主要的作用是 需要把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或者告诉一些工程师 然后我需要把 我们需要把他的一些经验 把它转换成 这个一个这种 未来的程序 未来的程序 未来程序 未来程序能够读取的一个格式 对吧 或者是把它放到知识图部里面 所以这帮人的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说 把一些领域的知识 告诉工程师 比方说 比方说 一个 金融 风控 对吧 比方说在金融风控里 涉及到的一些实体是什么 对吧 比如说金融风控里面 涉及到的 涉及到的 实体是什么 还有关系是什么 然后我需要什么样的一些关注点 我需要关注什么样的信息 所以他需要把这些信息 整理完之后呢 告诉咱们的工程师 然后你需要把这些数据 把它放到 比如说知识图部里面 或者是知识库里面 所以这是他们的主要的工作 然后 这边我仍然需要一批的工程师 那对于这个问题 那这个工程师 我们可以给他起个title 叫做知识图部的工程师 对吧 知识图部工程师 那他们的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结合 对吧 结合专家经验 就是上面的这个经验 就是专家经验 来构建 知识图部 知识图部 然后把这些数据 全部导入到咱们的 知识库里面 对吧 知识库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知识库 想象成是什么呀 比如说 比如说这里面有图数据库 图数据 图数据库 对吧 比如说像Neo4J 好 那这是知识图部工程师 他们主要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们需要考虑什么呀 他们需要考虑 比如说我的数据量很大的时候 我怎么去高效的把这些数据 存放到咱们的图数据库里面 还有就是说 我怎么把专家的经验把它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或者怎么把专家的经验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然后呢最后放到知识图部里面 所以知识图部工程师 他最大的技能就是需要把这种专家的经验 更好的方式组织成一个知识库 好 那这是金融专家和知识图部工程师的主要的作用 那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个人啊 就是有了图数据库 可能还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算法 然后来驱动 对吧 来驱动咱们的业务的发展 也就是说 我怎么更高效的使用图数据库 然后呢 再结合一些算法的方式来去做风控的决策呢 对吧 那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需要一批人 对吧 有一些人 那这个人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呀 理解成是一个AI的工程师 或者是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像NLP工程师 那目前我们在做类似的事情的这批人呢 通常可能来自于NLP的领域 或者是来自于像算法的工程师这种领域的 所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 在知识图部的上乘上 我们搭建一个算法 对吧 比如说社区挖掘的算法 或者是标签传播的算法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风控模型 对吧 那这些 这些 这些人 他主要负责 就是跟一些应用层相关的一些事情 对吧 所以那知识图部呢 它会这里有个模块 对吧 这里有个模块 我们之前讲的是叫做inference engine 对吧 inference engine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什么呀 想象成是一个 比如说 就是仍然 我们仍然可以叫吧 就是推理 推理 这是推理层 对吧 推理层 那这个推理层就包含了很多的算法 就是很多的算法 包括跟逻辑相关的算法 其实都是我们统称为把它叫为算法 所以这些人呢 他主要负责这一块 对吧 这一块 然后 反正我算法写完了 对吧 我算法写完了 而且 我发现咱们的系统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呢 我可以去上线 对吧 上线 然后上线完之后 对吧 那最后 其实 比如说这里面有什么呀 咱们是有一个 比如说 API层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边是有个API 那这个API呢 我们可以提供给谁呀 我可以提供给这些其他的这个系统 对吧 其他的一些业务系统 那这个是业务系统 对吧 业务系统 所以大概的整个的流程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想搭建一个用于金融分控的知识图谱的时候 我需要就是不同的一个角色 对吧 不同的角色 那这里面的一个一种角色呢 就是金融的专家 也就是分控领域的专家 他们对这个分控非常的熟悉啊 然后他们知道哪些信息是对分控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他告诉知识图谱工程师 你需要把这个知识要存放到知识图谱里面 而且这些知识 我就是最好需要什么样的方式把它组织起来 他会把这些经验告诉这个知识图谱工程师 然后他会按照那种方式去做 对吧 然后把所有的数据把它整理完之后呢 存放到咱们的图数据库里面 比如说Neil 4G 对吧 然后存放完之后呢 还没有结束啊 就是我们在图数据库上层上需要搭建一个算法层 就是我需要把它更好地用起来 比如说我搭建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接口 能够让业务人员更好地去观测到咱们的数据 那还有像我在上层搭建一些推理层 对吧 然后呢 我通过推理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 或者更快地找到一些欺诈团伙 对吧 或者是我在上层去搭建一个 类似于分布式的这种图挖掘算法 使得我能够更好地去 比如说更准确地去发现这些欺诈团伙 或者是坏人 所以很多的做这些这些事情 可以做的很多呀 那这部分的工作呢 可能我们可以专门请那些AI的工程师 或者是NRP的工程师来做的 当然在有些场景下 比如说一个知识图部工程师 他具备了一定的AI的技能 那这两个工作呢 也可以让NRP工程师来都做完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把这个任务再细的角度去划分的话 我们需要这三类人群 对吧 三类人群 然后最后这个系统搭建完之后呢 我们通过一些API的方式或者RESTful API的方式提供给业务系统去使用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working flow 那通过这个例子呢 应该大家应该比较清楚的知道 搭建一个专家系统大概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有一个新的场景 其实都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需要三种决策 那一个就是金融专家和分控领域的专家 那他们主要负责 他们对业务非常熟悉 所以他知道哪些信息是重要的 哪些信息是无关紧要的 然后呢 这些信息就是互相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他把这些经验告诉知识图部工程师 然后呢 这些知识图部工程师呢 他把这些信息转换成这种知识库的形式 然后放到比如说图数据库里面 那现在比如说 经常使用的图数据库有像Neo4J 或其他的数据库了 然后呢 把数据存储到图数据库里面之后呢 那还没有结束啊 因为有了数据 其实仅仅是开始 我们需要接下来考虑 怎么把这个数据更好的利用起来 比方说 我有了图数据库 那我可以搭建一个可视化程 然后呢 让业务人员更直观的去 可以看到一些数据和数据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搭建一个推理程 使得我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推理 可以帮我做一些决策 也是可以的 那另外呢 在图数据库上面 我也可以搭一个类似于像 分布式的这种图挖掘算法 使得我可以更好的去检测到这种组团基障 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这些工作呢 我们可以请一些AI算法工程师 或者是NRP的工程师来做 因为NRP工程师或者算法工程师 它的技能比较匹配到这个岗位上 当然有些知识图部工程师啊 他本身具备一定的AI技能 那这两个活儿其实也都可以交给他做的 所以也要看情况啊 然后呢 我把所有的这些事情搭建完之后 那接下来最后我可以搭建 我们可以搭建一个API的这个程 就是我们以Respra API的方式 可以把咱们搭建好的服务 或者咱们算出来的结果返回一个业务系统 让他们去使用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经典的 搭建一个专家系统的一个流程 然后这里面讲的是怎么通过知识图部的方式来做分控 那对于其他的场景呢 也是类似的 不管在搭建这种证券的知识图部 还是搭建一个 比如说汽车领域的知识图部 或者是法律领域的知识图部 那因为领域嘛 毕竟是这种领域内的知识专家 我们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引入一些领域内的专家 包括像法律律师啊 或者是对医疗特别熟悉的那些医生啊 对吧 那这些这个领域内的专家 我们还是需要的 对吧 那可能需要一两个人可能就够了 好 那反正专家系统的搭建流程是这样的 所以我希望这种案例呢 可能给大家给一些启发 然后呢知道 比如说未来想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你需要什么样的人 对吧 需要什么样的人 然后呢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条件 应该是我相信应该已经比较清楚了 那接下来啊 看专家系统的一些特点 那这里面大概列了四个特点啊 因为专家系统毕竟是一个AI的系统 所以它也具备了这个AI系统的一些特点 那第一个呢 就是它可以处理一定的不确定性 那这个是其实任何一个AI系统的一个核心 它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去处理一些不确定性的 而且即便是专家系统 我也可以通过概率的方式把它搭建起来 比如说A指向B或者A指向C 那它可能每个这个规则 它可能具备一定的概率 对吧 那假设我的每个规则 或者每一个这种知识 有一定的概率的时候 那这个系统就是一个具备一定概率 或者是能够处理一定不确定性的系统 所以第一个这个property 叫做处理不确定性 那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然后第二个就是知识的表示 也就是说我怎么把一个知识把它表达出来 那一个最经典的知识的表达方式是什么 最经典的表达方式 可能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 类似一下知识图谱 对吧 知识图谱 它是一个知识的表达方式 那这里面每个节点代表的是一个 现实世界当中真实存在的一些实体 对吧 然后这里面中间的关系呢 可能代表一定的一些含义的 对吧 所以针对于这种问答系统的 或者是聊天机器人的系统呢 我可能搭建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知识图谱 对吧 那这里面可能这个点是Bear Gates 对吧 然后这个可能是微软 Microsoft 然后这个连接呢 可能就是Funding的关系 就是创建的关系 对吧 那我完全可以搭建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知识图谱 那这个知识图谱呢 其实它表达的就是一个知识 就是人们已经认可的这样的一个知识 只不过我通过这种方式来把它表达出来 然后呢把这个东西比如说放到图书区库里面 或者是三元主里面 然后呢后续我们的后面的像聊天机器人系统啊 或者其他的系统可以把它用起来 所以这个这种知识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呀 这种理解成非结构化的 就是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结构的 但是呢一旦我把它转换成这种特定的知识的表示方式之后 那我们就得到的是一个结构化的数据 这种结构化的数据 所以结构化的数据呢 是可以被计算机语言读取的 而且能直接能处理的 而且也能直接把它加到模型里面的 所以它有很多的好处 好那这是知识的表示这块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解释性的 那这个可解释性其实对任何的AI系统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我搭建了一个智能系统 它好还是坏 然后呢在某一些情况下 它说这个人是好人 那或者这个人是坏人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是希望知道 他为什么帮我们去判断了这个人是坏人 我想知道这背后的一些原因的 是因为这个人 对吧 可能之前做过坏事吗 还是这个人 比如说因为其他的原因 咱们的AI系统把它认为是坏人呢 我是想知道这个原因的 那这种过程呢 其实就是依赖于一个模型的可解释性 然后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深度学习其实斯蒙火 但是他的可解释性是非常非常差的 也就是说我训练了20层30层的比如说卷积神经网络 然后呢我通过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去判断一个人 他到底是坏人还是好人 那这个时候我是很难做一个解释性的 也就是说我很难从模型的角度来去判断 为什么这个模型把这个人分类成了坏人 是因为哪一层的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neurot它起到了什么作用 还是比如说数据的原因 我们其实很难把这个问题定位 对吧 准确的定位所以这是深度学习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可解释性非常非常差 但是很多的情况下 比如说针对于啊这个智能教育领域或者智能医疗领域 我们是希望有一种咱们的咱们训练出来的模型是有可解释性的 或者是针对其实在金融领域也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 比如说啊我巨大了一个人啊就是我我巨大了一个人那这个时候啊我希望知道为什么这个模型是巨大的对吧 因为啊金融领域跟钱非常近啊所以每个决策其实都很重要 比如说一个决策弄错了相当于我一个公司可能会损失上百上千万或者几个亿的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很严谨的事情呢我们还是想知道背后的一些原理 对吧所以在这一点上专家系统有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为什么因为专家系统是基于规则来做的对吧 它是一个规则你可以理解成它的核心是一条条规则 那规则本身是我们肉眼可以读懂啊 因为人因为很多都是人设计的 所以它的可解释性非常非常强 所以这是专家系统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相比于那些概率统计的模型 它的专家系统啊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 然后第四个啊这个属性呢叫做知识的推理啊 啊也就是说有了这种知识库之后 我可以在上层搭建一个知识的推理引擎 然后呢可以发现更多的知识啊 那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啊详细的再讲解啊 反正基本上啊总结的话 一个专家系统会包含这些不同的属性 那处理不确定性我觉得啊比较好理解 对吧 我只需要把一些概率的概率的要素加到咱们的规则里面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知识的表示也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说我把一个非结构化的数据把它表示成知识图谱 或者是表示成什么其他的一些形式 对吧 只要这是个结构化的数据那它就可以被计算机可以处理 而且被很多的模型它直接可以被处理的 然后可解释性也比较容易理解啊 因为是一条条人工的方式去写到的规则 所以我一看规则我就知道这个模型为什么把这个人拒待了 或者为什么他把这个人 比如说判别成了判别成了一个欺诈团伙 我一眼就可以能看出来 对然后当然也可以做一些知识推理 所以这是知识图谱啊 这个这是那个专家系统的一个总结的啊 这个一些核心的属性